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轻松哥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赌博默示录动画版第一季的精彩故事 上回说到,凯斯他们苦心经营的双垄断战术 被传警提议的重新洗牌所瓦解 没有办法的他,只能向传警低头,加入洗牌队伍 凯斯将手中的69张卡牌交给传警 其他选手都背着厚厚的一打猜拳卡震惊到了 传警轻点了一番,却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大阴幕上显示会场中流通的猜拳卡数量和现在大家交上来的不一样 缺了三张剪刀牌 大家眉眉相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传警思索片刻后,认为是那群等待买星的人出于某种目的 藏了三张剪刀牌 不过现在规矩已经定下,重新洗牌后 只在参与洗牌的选手之间对决 所以没参与洗牌,四藏三张剪刀那个选手是谁也无所谓了 大家轮流洗了一遍牌,交回传警手中 然后传警根据每位选手原本的手牌数量随即发了回去 此时凯斯心中算计着 其实现在他依然还占有微弱的优势 只要在传警把手牌发回来后 他和安腾古天二人清点一遍 就能知道接下来的对决中 使用哪种牌的胜率最大 并且这一情报 只有手持超过场上半数猜拳卡的他们才能知晓 比如一会发回来的手牌和原本一样 石头30张,剪字5张,布34张 那么场上其他选手大部分都是剪刀牌 所以就用石头去比,最低有8成胜率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时间剩余的不多了 凯斯他们需要迅速准确地将卡牌清点好 这时,其他人的手牌已经发回来了 最后轮到凯斯他们了 然而依然的传警似乎看破了凯斯心中所想 直接把他们的96张猜拳卡扔了出去 厚厚一达的猜拳卡瞬间散落一地 凯斯安腾古天只能手忙脚乱地去剪 其他选手则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决 此时游戏还有10分钟结束 在凯斯他们剪牌的时候 传警已经和一个选手完成对决 又拿到了一颗心 接着,他把目标锁定在了眼镜哥身上 这是传警的最后一张猜拳卡了 赢了这一局后 他就可以带着10颗猩猩生出 凯斯这边将所有的猜拳卡整理好 发现手里目前有石头32张 剪子3张,布34张 大荧幕上显示会场中流通的猜拳卡数量为 石头34张,剪子8张,布34张 也就是说,所有的布卡都在凯斯他们手上 其他人内里只有剪子和石头卡 凯斯可以指出石头来通杀全场 然而经过洗牌后的新对决后 场上除了凯斯他们 只剩下了四位选手 除去那三张没有参与洗牌的剪子 这四位选手手里只有两张石头,两张剪子 还差三颗性的凯斯团队要迅速找人对决 此时,传警正在游说眼镜哥对决 凯斯立即过去截胡 这惹恼的传警 气急败坏的他当即戳破了凯斯团队 买断猜拳卡的事情 表示他们手里有超过半数的猜拳卡 可以轻松知道其他人的手牌是什么 眼镜男文言立即露出警惕的神色 拒绝和凯斯对决 凯斯见传警一而再再而三地算计自己 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冲过去 和他爆发了肢体冲突 很快就被黑衣人拉开了 眼看游戏即将结束了 没有办法的凯斯跪地痛哭 斥责传警 阴险卑鄙算计自己 传警也很激动 气急败坏地反驳道 你这个垃圾 明明是你要强责我的恋 说到这儿 他意识到说漏了嘴 连忙改口说 我的对手 这微不足道的口误 被伏地痛哭的凯斯 瞬间就捕捉到了 凯斯神色一正 迅速起身质问传警道 你刚刚那句话说漏嘴了吧 你是想说猎物而不是对手 你为什么要称呼眼镜哥为猎物呢 是因为你早就算计好了一切吧 传警 说到这儿 凯斯转向眼镜哥 心里迅速计算一下继续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 眼镜哥手里的牌就是剪子 眼镜哥为言大惊失色 因为凯斯所言没错 他的这张手牌就是剪刀 凯斯眼神犀利地盯着传警 继续说道 我们手里有场上所有的布卡 现在游戏会场中已经没有布了 你之所以这么自信 将眼镜哥视为猎物 是于你把石头卡留给了自己吧 说着 凯斯望向刚刚和传警对决的墨镜哥问 刚才传警是不是用石头卡 赢了你的剪刀 刚刚和传警对决的墨镜哥 立刻站了出来 表示凯斯猜的一点都没错 传警方寸大乱 斥责凯斯在诬陷自己 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自己作弊了 凯斯却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说 我有证据 尽管你的魔术手法很高明 但仔细回忆整个洗牌过程 你有三个点十分可疑 一是在洗牌的时候 你把所有卡收上来后 仔细地确认了 石头剪则布三种猜拳卡的数量 那时游戏即将结束分秒必争 根本没有必要做这项浪费时间的核对 只需要确认所有卡的数量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只有一种解释 你在做记号 在你自己确定的目标卡上 做特殊记号 说到这儿 眼镜哥立即检查了自己的猜拳卡 果然背面有一处指甲划出来的小印记 传经恼羞成怒 结结巴巴地解释说 这根本不算证据 猜拳卡经过了那么多人的手 有使用痕迹也是很正常的 开斯隆隆打断了他的话 继续讲述自己的推理 虽然每个人都参与了洗牌 但最后洗牌和发牌都是你 而在发牌的时候 你露出了第二个疑点 你特意把卡片放在地上 用手乱弄 假装是在增加随机型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是在寻找留下印记的目标卡 这是你的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是 你最先发的是自己的牌 然后发牌的顺序 不是你是真也不是顺是真 用这种发牌方法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你要把做了记号的剪刀卡 发给目标猎物 把做了记号的石头卡 发给自己 开斯这番推理讲完 实锤了船景的作弊行为 选手们纷纷斥责 他是无耻骗子 无话可说的船景 还想再找理由解释 却没有人愿意理他 就这样 船景被孤立了 尽管他有九颗星星 但手中最后一张猜拳卡 却再也无法消耗掉了 等待着他的 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虽然搬倒了船景 但开斯 安藤古田的处境 依然没有变化 现在距离游戏结束 还有七分钟 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继续对决了 毕竟开斯公开了自己手上 还有全部播卡这一情报 这样以来 剩下的三个选手 都已经猜到对方是什么牌 刚刚呢通过运气 来决定胜负的幻想 也烟消云散了 古田和安藤 催促着开斯快想想办法 开斯阴沉着连一眼不发 极力地保持冷静 希望找出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法 现在几方团队身上有六颗星星 还差三颗星星才能赢得胜利 也就是说 至少进行三连胜才行 不过如果能从 拥有九颗星星的传景身上 一举迎走三颗星星也是可以的 赢了他凑齐九颗星星 然后利用平局 将手里的财权卡消耗掉 这才是完美的破局之法 但该怎么去操作呢 这时 开斯想到了什么 连忙掰指头 数了三轮机偶 额头瞬间冒出痘大的喊猪 喃喃道 不对 还有一个人身上 有三张剪刀牌 他为什么不参加洗牌呢 游戏即将结束了 他不着急吗 眼看时间过了一分钟 苦思冥想的开斯 突然灵光一显 眼神中闪出锐利的光 他想到一个 打破目前僵局的办法 并且是毕生之法 只是这个办法 他有过于冒险 他需要下一次地狱 将性命寄托在 古田和安藤身上 然而现在没有时间犹豫了 现在犹豫的选手叫了过来 表示自己可以放弃选择权 开盘盲睹 他这边每一轮挑选出 石头剪刀布三张卡 扣在桌面上洗牌 然后对方随即 在这三张牌中 挑选出一张对决 这样胜负完全听天由命 看哪一边的运气好 并且如果怀疑自己作弊 在选择完牌后 可以先开查看 这三张牌是否有问题 三名选手听外开斯的 这个提议有些犹豫 不过时间紧迫 开斯的言语又极为真诚 手里持有一张 剪刀卡的引进格 决心冒险 第一个来试一试 然而他的运气不好 选到了石头卡 这一轮开斯赢了 接下来是一位大叔 大叔手中的是石头卡 他随即选中了剪刀牌 成功把开斯的一颗星星 迎走了 接着 红衣男就错过来 放下了他的剪刀卡 一番犹豫后 他选中了开斯的布卡 本身就有两颗星星的他 成功以三星胜出 此时场上 除了那个没有参与洗牌 手持三张剪刀卡的神秘人外 只有手持石头卡的传警 还能和开斯对决 开斯锐利的目光 落在角落里的传警身上 缓缓开口说道 来吧传警 我们做一个了断 我让你一口气 还清欠我的债 现在我们三个人 和你拿一场五颗星的对决 怎么样 传警文言大惊失色 然而刚刚的三个选手 都已经和开斯 消耗掉没了猜拳卡 除了那个 身怀三张剪子的神秘人 他如果不想被淘汰 就只能和开斯一战 古田和安藤也在这时明白了 开斯刚才开盘盲睹 不是为了赢取星星 而是要断了传警所有的后路 但如若那个没有参与洗牌 身怀三张剪子卡的神秘人出来 和传警对决 那开斯是否前功近期 这最后一战究竟如何落幕 欢迎关注惊悚哥下期视频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